我这是让上妹给看住了啊 我做那个减脂的鸡羊肉说好吃 又要来买上午饭料 关键是不是我一个人在 咱家小吕同事拿下酒啊 你说这鸡羊肉没多钱 那料理多少钱 天天给你整 料也是店里的 咱伴皮 不是伴皮我涛 鸡羊肉还有活动吗 贵了啊 没事 来十块 不多吗 给你一半 这么多我累干这活了 这手工贵呗 我买了两栋千里 一共买了十块 花了三十把块钱 一块和三块 把这零食挺合是吧 嗯 合适 先把它挂上去 你回家自己烤呗 嗯 这点鸡羊肉我等了一下 我姐都没给我腌着 你其实来了我能腌着是吗 我回去接了一趟我姑娘 主要是大家要这个叫什么 我得拍视频让大家看看呢 是不是 这个鸡羊肉切大切少自己随意啊 我一般就是这样 给它中间切两刀 嗯 这么大 多来点料酒 蚝油 盐 然后辣的串料 我这里面又放了点辣椒面 因为我比较能吃辣 如果说不能吃辣的 咱们直接把串料放里就行 如果孩子不能吃啊 咱们就放不辣的串料 我家仅剩的橄榄油 下次来买点桌啊 带着手套抓拌均匀 这样就行了 视频的开头你们记得吧 我小妹说这个放我一半 啊 我给你坐一半走啊 嗯 啊 拿蹭腰子点啊 拿蹭腰子点 不用 你这个回家再烟熊各冰箱里嘛 明天再再烤就行了 现在烤也不行了 都几点半夜了 再入入味 其实你这儿入味更好吃 姐妹凑啥呀 你有零食的 我家为什么吃那么快 不就因为小蕾同志拿下酒了吗 拦着他点 控制不住啊 只能说我的手艺真的很不错 你说用这个手法腌牛肉 是不是就变成牛肉肝了 当然了 但吃不起 我也笑死我 你要是说买牛肉 你不再给我分一半了 小妹 我全给你送来 老板 咱们的亲情能用金钱来哄两个 不能 小妹买啥好吃的 分小一一碗 没累我 我咬一口 公平吧 差不多了 别走的 咱俩好像可计较的 什么想 是 咱俩其实不计较 我怎么现在变得计较了呢 小妹 我是手艺人 我多分是正好的 行了 手手手的回去吧 太晚了 把门口那笔别忘了 嗯 辣着的 门口笔谁的 我的 咱家一买的 咱冰箱里的 我经常吃一个 下午买的 你也太能发慌了 嗯 小妹小姨我吃点 我终于知道你随谁了 跟你爸一样一样的 我下午才买的 你还吃点啊 你走了啊 嗯 为了这点鸡精肉 我来回折腾两趟 太轻松了 才往家赶 慢点 想快也快不了 满个脚等着 小姐 送你那里 拉姐 快走吧 别别拿了 再见 再见